各位观众朋友 确实在今天水气是稍微偏多了一点点 所以下午时间还是要留意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实景画面是在台中市区 那早上的时间可以看到在中部地区云量偏多 那尤其早上的时间像在清晨 包含中部地区在江华台中还有在云林这块 是有在发布了大雨突爆当中的 但是也在刚刚差不多是快8点钟的时候就已经解除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反而要留意的是白天的高温上面的问题 那在今天来说尤其像在中部以北 高温还是有机会上看到35度36度 那今天的紫外山预估来说包含像在全台 都是来到了过量等级 外出时间还是要注意防晒 多多补充一下水分了 不过一开始也提醒大家 今天水气是稍微偏多了一点点 早上时间在中部地区受到对流云系的影响 有一些局部阵雨到局部大雨的发生 那到下午晚上的时间提醒大家水气也都还是很多 那尤其包含像是在山区还有在林景的平地 都是要留意容易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下午的时候出门 还是要记得带伞 另外再来关注了就是这一颗台风的最新消息了 山山台风它目前是中台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路径 几乎是横扫整个半个日本 那接下来逐渐往西北的方向来走 那预计最快的话就是在明后两天 就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 所以再度提醒 如果在这一周啊 你有要去日本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航班 还有交通上面的最新消息了 回过头来关心一下 我们台湾这几天的天气变化 那今明两天 白天的时间还是比较闷热 高温可以上看35度啊 36度 那大家要留意容易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呢 尤其在礼拜三开始 水气会开始越来越多 下午时间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开始扩大 而且时间也会拉长 像这样子水气比较多的天气形态 会一路持续到礼拜六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温度上面的变化 北台湾来说的话 这一周高温可以上看到34啊 35度左右 下午时间都还是容易会有午后雷阵雨 中南部来说的话呢 在今天清晨水气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在中台湾 有一些飘雨到局部大雨的现象 那现在来说 中部地区的雨是趋缓 那白天高温可以上看到33、34 那从周二开始到周五 中南部高温也可以上看到34度、35度 一样水气比较多 下午时间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以上这一节的最新气象